当地时间28号 特朗普放话说 将考虑对疫情最为严重的纽约州 及相邻的新泽西州 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 实施强制隔离措施 但遭到纽约州州长科莫强烈反对 科莫称 特朗普的建议相当于联邦政府向这些州勋战 当晚 特朗普发推文改口称 没必要对纽约州和新泽西州 康涅狄格州的部分地区 实施强制隔离 随后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 对上述地区的居民发布旅行建议 建议其在未来14天内 不要进行不必要的旅行 这次疫情相当于一个压力测试 压力的突然来袭 所有的人都需要有个认识的过程 所以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的争执 也确实会存在 特朗普总统关于最近的疫情的很多说法和看法 尤其是他出而反而的行为 还有一些否认自己之前言行的行为 我很不认同 但是我觉得总体上 各地方政府的表现都是不错的 所以我可能会更多地支持各州政府 觉得应该对特朗普施压 让他采取更多的 更高层次的措施 然后来抵御这次疫情 除了美国本土疫情扩散 美军在海外驻军的情况也不太妙 继罗斯福号航母确诊新冠病毒人数激增 被迫中止自由航行 撤往关岛进行安全隔离后 五角大楼证实 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又一艘航母 里根号已爆发疫情 截至目前有两人确诊 但是美军方猜测 由于舰上人员太多也太密集 目前的感染人数很可能将高得多 为了全力覆灭疫情 美国海军已经下令 里根号航母的数千名舰员全部隔离 除了航母外 第七舰队还有多艘舰艇的水兵也已经确诊 开始在各自的海军基地隔离 面对持续上升的新冠疫情 美国社会在紧急寻找解决方案 美国著名企业家比尔盖茨 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比尔盖茨日前以视频连线的方式 参加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节目的录制 在长达34分钟的采访中 比尔盖茨六次提到了中国 并一再强调 美国需要借鉴并严格遵守 中国曾经实施的封锁措施 他表示 严厉的封锁措施 是能够避免大比例人口感染的 中国和韩国的例子 已经告诉我们这个事实了 另据新华社消息 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28号表示 将通过发放防疫健康包等措施 全力保障领区内留学人员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健康包内含有一次性医用口罩 消毒液 消毒纸巾 教育部发布的海外留学人员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指南等 总领事馆还将通过多渠道 筹措抗疫物资 目前已筹集到一批防护口罩 正分批发送给疫情严重的学校 未经许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